我們會取作劇本農場是因為 一個學劇場的人 他很常第一部接觸到的劇本 通常都來自西方 他就不是我們的絕本 然後我們會先從外 再關注他人的故事 為什麼會講是他人的故事 是因為一個劇作家 如果你是在絕本啊 他來自哪裡真的非常重要 他會書寫出 創造出 並且記錄下來 那個劇作家在了那個時代 他所看見的世界 我覺得劇本真的是一個歷史文件 我們自己在學習做戲的過程中 那當然我們一直碰到 他國的文字記錄這些劇本 那我們自己心中都想說 那台灣很多劇作家 想寫也在寫 可是其實一個劇本他真的 我覺得他真的可以落地 真的誕生 你種子開始種進去之後 他必須要被演出 他才能夠開始活起來 所以一個劇本他如果只是暗頭劇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惜 十年前開始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台灣的劇作家 後來有那個亞洲其他 城市的劇作家一起加入 但我們從台灣出發 然後劇作家我們開始定期的有開會 然後有一個劇本大綱會議 然後慢慢的走向 他創作完成之後一年的時間 然後我們就會進行獨劇 獨劇演出 演完啊 都演啊 大家在託這個劇本 有觀眾在賣 然後所有人在一起回饋之後 劇作家再回到自己的書桌上 再把他聽見的意見再次修整 我們希望做的事情是 一個劇團他當然是以做作品為主 可是我們希望還能夠再多做一點什麼呢 我們希望能夠為台灣留下 這個時代的劇本文件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這個期程真的是非常非常長 兩年才會有一本書出版 那甚至還要努力三年四年等待機會 然後去上這齣戲首演 所以我今年很開心 2023年的傳譯金曲獎 年度最佳節目的這個劇本 文武天鄉就是出自於 軟劇團劇本農場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現代戲劇劇團 那我們後來因為理解的地方創生 理解的民俗 我們開始去看見寡戲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竟然有緣遇到這一個 真的在寫戲曲的 也結合有現代概念的劇作家 那他寫出這個劇本之後 努力的這齣戲是別的劇團製作的 可是當他在傳譯金曲被看見的時候 我會覺得天啊這個小小的農地 竟然可以長出那麼多奇異的花朵 真的也是從這個計畫裡面再看見 原來真的要納百川 這一整個故事體才能夠強壯起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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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